多数的问题我是不知道是谁的 但是这道问题我知道是谁 因为他直接发给我 不过感谢神 这是很好的遇到问题 我们来看看 他说我的问题是 在创世纪里 蛇引诱了夏娃 夏娃和亚丹经受不住 当境受不住这个试探 而犯了罪 从此被赶出一店员 为啥 神不住址这样的试探 在我看来 亚丹和夏娃所遇见的这个试探 应该是非他们所能忍受的 否则不会导致全人类都在犯罪 并且世世代代都是罪人的后果了 那神为什么还要允许呢 所以当你看这个傻的 所以你就知道肯定不是新加坡人 我来到西洋崇拜才知道有这个字叫傻 到今天我还不知道这个傻是傻意思 不过你们可以跟我解释一下 好 这次很好的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上帝很不公平 明明知道亚当越过不了这个测试 他为什么放了一棵树在那里 这分别上的树 所以我们要明白那个背景 才能解释 才能做解释 你知道新加坡有几棵树吗 新加坡的比例 刚开始的时候一个人民一棵树 所以现在新加坡有七百万 七百万棵树 不过这不是新加坡的那个目标 目标是九百万棵树 在花园城市 李观耀的这个一年 所以第二棵树 如果你觉得七百万棵树很多的话 你知道伊甸园有新加坡的几倍吗 如果你去研究伊甸园的位置的话 伊甸园有两条大河 其实有四条大河 那四条大河两条已经干了 剩下两条大河 提格里斯河 还有尤发拉底河 River Tigris 还有Euphrex 这两条大河都在的 他说伊甸园有四条大河 至少今天有两条大河 穿过伊甸园 所以如果你回家看谷歌地图的话 你找最近的吧 提格里斯河跟尤发拉底河 最近的 你去画个框框 其实至少新加坡的五倍 至少新加坡的五倍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新加坡有七百万棵树的话 在当时的伊拉克 当时的伊甸园 伊拉克是很丰盛的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当时 现在我们可以在里头挖掘油 石油 因为以前的世界跟现在世界是不一样的 以前伊拉克如果真的是沙漠的话 下面是没有东西的 非洲有很多沙漠 非洲的沙漠下面真的是没有石油的 不过伊拉克 伊朗 沙特阿拉伯的沙漠 其实以前是很丰盛的 所以它的下面很多的石油 很多的石油 所以你可以想象 如果新加坡 小小的新加坡七百万棵树 7 million 7 million 那一点也有几棵树 至少三千万 30 million 至少三千万 那个时候没有污染的 那个时候整个生态环境很好 3千万 30 million 所以为什么我讲这个呢 听到几个人想想 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大总裁 那大老板就告诉你 你帮我经营我所有的公司 比如你公司里头有七千个办公室 七千个办公室 那你的大老板说什么 你大老板就说 其实你这七千办公室都可以用 除了一间 那间是谁的 那间是老板自己的 请问合理还是不合理 其实是合理的 六千九百九十九间办公室 随便你装修 随便你用 随便你碰 随便你做 但是除了一间办公室呢 那间办公室是大老板的办公室 大老板的办公室 换句话说 大老板就告诉你 那个原则很简单 创世纪第二章的考试 到底考什么 不是吃或不吃 考的是一个心态 那个心态是 你守或者不守 所以你守什么 你不守什么 你守本分 或者你不守本分 你越界了 或者你选择不越界 你选择推翻你的老板 一天趁老板出国的时候 带着你的雪茄 西嘎 经理大老板的办公室 坐在椅子上 翘在他的桌子上 享受大老板 憧憬一下 一天你坐大老板的感觉如何 如果那个时候 大老板走进来的时候 你觉得你会什么样子 你完蛋了 肯定炒鱿鱼了 因为你其实越界了 所以第二节目 当我们走进 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 其实神创造了人 神把他的形象给了人 神叫人在这个地面上 做他的代表 但是神要告诉人说 你还是那被造者 我还是那创造者 You are the creature I am the creator 我和你是不一样的 你要守你的本分 你不可以忘记你的位置 所以这是神给亚当下挖的测试 当然你还 我姐妹还是会问 那问题确实 神为什么许可 这样的悲惨的事情发生呢 如果神许可 这样的一个极大的苦难发生的话 其实神必定 有他的想法 有必定有 他给我们的好处 其实我们不用看很远 当你看这个悲惨的情况 发生的时候 其实接下来上帝跟蛇 女人 男人讲话的时候 上帝就直接把那个益处 告诉了他们了 我们怎么知道 你看下一个幻灯 下一个幻灯 这个幻灯告诉我们 其实神对蛇说 蛇说什么呢 蛇是第一位 蛇完了才女人 女人完了才男人 蛇是第一位 神跟蛇讲话的时候 神就把福音告诉了蛇了 他告诉蛇什么 他说我要叫你和女人 彼此为仇 什么为仇呢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 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 神学家称这个为福音的预告 Protto evangelium 福音的预告 你来在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 你就看到说神的心意 神为什么许可这件事情发生 因为神知道 这个带来许多的苦难 但是借着这苦难 那个好处是什么呢 亲爱的教育 你和我可以尝到 我们的神 有多么的爱我们 爱我们到一个地步 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要了 连自己的儿子都舍弃在地面上 连自己的儿子都眼睁睁地 看他赤裸裸地挂在这十字架上 这是我们的神 为我们做的事情 那你就尝到 什么叫做爱 尝到什么叫做爱 如果我用那个例子来解释的话 亲爱的教育 有时候你的孩子 会跟你讲这种话 人生这么痛苦 爸爸妈妈 为什么你要把我生下来 差不多是创世纪第三章的情况 因为其实你有益处的 那个益处是 你希望孩子生下来过后 能体会到 能尝到父母亲对他的关爱 对他的牺牲 当然我知道我们很多原生家庭 并非如此 很多的家长们并非如此 但是你要记得 现在你是个孩子 但是一天你会长大的 一天你会自己有自己的家庭 所以到那天来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今天讲到要谈的事情 所以就是帮助我们 当我们想到上世纪第二章 第三章的时候 要记得 这不是一个不公平的待遇 反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合理的 一个界限 都给你这么多棵树了 三千万棵树 神只是不让你吃一棵树 神只是不让你吃一棵树 这是非常合理的 为什么 因为神要你守你的本分 你和神 我和神 是不一样的 祂是creator 创造者 我们是creator 我们是被造者 不一样的 谢谢大家